菩萨就是杀身的时候 亦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七彩景象 二也没有听见他惨叫的声音 三不是为了自己要吃才杀身的 这样的肉就叫做三劲肉 如果不能完全吃素斋的人 可以暂时吃这种肉 或到市场满现成 以被封杀之深处其内的肉 此称为三劲肉也 法师吃三劲肉和花斋就和肠斋一样 此非功德吗 菩萨当然不一样 因为事业上之关系 不能吃肠斋的人前先者 摩尸法如果以后果愿到了 学得蔬菜比温馨肉与更好 而素斋 更合自己胃口 众生就可以彻底断除温馨了 法师请示屠杀 法师请示屠杀